好过年很多人呢进了新的一年就会去翻这个皇历 什么时候是吉时啊什么时候是凶日啊 那么那个后面不是都会有这个土解吗 上面就会有什么跟什么食物是相克吃 这个不能喝那个这一类的 台南有一间医院呢也是仿照这个农民立法 就首创了药物食物国民立 也是用土解的方式告诉你什么配什么会头痛 什么会配什么会伤肝非常受欢迎 民众吃抗春素药前想喝牛奶先变点味 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可得要改掉咯 因为两者搭配起来会降低药效 某一些抗生素啊它如果跟牛奶一起并用的话 就可能导致那个药物的吸收不好 台南新北医院首创药物食物国民立 防照民间的农民立以土解方式 标示出哪些食物相克 让民众一看就懂 像是抗生素不能和牛奶搭配 因为会降低药效 若是吃降血压药则不能吃葡萄柚 免得一降变成低血压 还有喝酒后头痛难耐 可别急着吃止痛药 因为会加速伤肝 另外抗磷血药不能配大蒜 否则会容易出血 喝完酒之后可能会有头痛 那会去吃一些止痛类药 比如说普拿疼 那普拿疼的话 它跟酒一起并用的话 可能会增加肝脏损伤 大概是模拟就是农民力 让老人家都能轻易的接受 花了半年时间 晴美医院研究出80种组合 制成交互作用表 分整本与单张传单免费发送 不管医院病患或是一般民众 都踊跃索取 下次吃药前可得多加留意 免得每让身体变好 反而持出一肚子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文杰 台南报道